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对乌克兰战争至关重要的新动态 这将如何影响着乌克兰的战局以及将如何改变未来战争形态 我们将分以下几个主题探讨 乌克兰的秘密武器VBAT无人机 技术大揭秘,VBAT到底是怎么飞的 实战情况,它干掉了俄罗斯天架的装备 VBAT在台湾也会发挥奇兵的作用吗? 让我们开始吧 乌克兰在战争中悄悄接收了VBAT无人机 用于应对俄罗斯的电子战干扰,效果如何呢? 而乌战争如火如荼,乌克兰面临的挑战却越来越棘手 是2024年8月起,俄罗斯开始在无人机上加载电子战系统 妥妥地给乌克兰来了个下马威 传统侦察无人机纷纷迷失方向 更糟的是,俄罗斯还派上了SA-11 8KM移动防空导弹系统,专制敌空飞行目标 而乌克兰正在使用无人机袭击 俄罗斯的军用机场和后方军火库 这使乌克兰特种部队的袭击活动顿时变得寸步难行 为了打击该防空导弹系统,必须首先突破电子干扰 乌克兰选定的VBAT锤子起降无人机 名称为RMKO35A 它是一种AI智能无人机 它由美国国防高科技公司CLA-I开发 装备侦察、监视和精确瞄准的设计 特别是用于电子战干扰严重的环境 VBUT无人机到底有什么硬汉技术呢? VBUT设计上采用独特的锤子起降技术 它使用独特的管道式推力矢量风扇 让它能像SpaceX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垂直降落 它的野外适应能力超强 只需要3.6米、X3.6米的小块地方就能腾空而起 无论是在陆地上的固定平台 还是海上漂泊的船只甲板都能轻松部署 但引擎管道风扇的垂直起降设计的另一个好处是 它不需要专用弹射或回收装置 传统固定翼的无人机要兼容垂直起降 需要采用不同的推进装置进行垂直起飞和水平飞行 或者改变发动机的推进方向以实现垂直起降 如果采用两套独立发动机推进 价格成本和飞机重量就会升高 而改变发动机推力方向 则推进系统的结构往往很复杂 并且面临维护费用高和可靠性差等问题 然而VABAT仅通过安装在尾部的推进装置 即可实现垂直起降 因此不会产生致重 并且推进系统是固定式的 结构非常简单 因此维护和可靠性大大提高 美国海军就在哈佛斯登陆舰的飞行甲板上 部署了VABAT无人机系统 只在支持两栖作战 VAB无人机长2.74米 一展2.95米 它可以以超过90节以上的速度飞行 胸线达到2万英尺的高度 更觉得是 它只需要两个人 30分钟内就能完成组装 方便得像大乐高积木一样 想部署 装在卡车 战术车辆 或黑鹰直升机上 说走就走 VAB是一种长航式无人飞机 由翔大的双充成双钢苏特套到288发动机驱动 并保留了固定机翼 续航时间高达11小时 航程长达483公里 300英里 允许操作员使用各种互换的组件电子侦察设备 包括光电红外相机 它尘孔性雷达 长时间观察和跟踪识别多个目标来提供战术优势 目前乌克兰军队依赖的传统无人机的续航能力有限 通常仅限于60至100公里 作战持续时间短至10至15分钟 战场表现VBAT是如何挑战俄罗斯防空系统的 2024年11月17日 乌克兰第27骑兵旅的一次作战中 用VBAT打出了精彩的一战 它从距离前线40公里的位置起飞 在没有GPI行导的情况下 凭借AI驱动的视觉导航系统定位目标 这次的654俄罗斯的SA-118G-ME防空导弹系统 价值近1亿美元的防空力气 VBAT像个灵活的侦察兵飞过敌方防线 用光电和红外探头锁定目标 然后将精准的坐标传递给后方的特种作战部队 最终配合攻击无人机完成了致命一击 这场完美配合让俄罗斯损失惨重 也让乌克兰士气大震 更重要的是VBAT的HyperMine软件 采用AI驱动的动态规划 强化学习技术 使其完全脱离GPS或通信的依赖 仍在电子战环境下自如操作 这种能力让它在战场上神出鬼没 说到这里 咱们得转个话题 VBAT如果在台湾会不会也发挥骑兵的作用呢 答案是肯定的 如果未来海峡地区爆发冲突 机场作为重要的战略节点 往往是手人轰炸目标 这种情况下 像M2-9B这样的高空长航使无人机 可能无法起飞 而VBAT的垂直起降能力 让它完全不受这种限制 只要有空地 就能迅速部署升空 并执行长达11小时的侦查任务 覆盖方圆300公里的范围 为机方提供关键情报支持 即使GPS导航被干扰 VBAT依然可以依靠AI技术实现自主飞行 继续完成任务 而它的灵活性 也让它能迅速融入复杂的作战环境 成为战场上的千里眼 目前乌克兰已经将VBAT快速整合到 其作战框架中 增强其情报搜索和打击能力 并展示无人系统 在对抗敌人先进防御方面的有效性 未来战场的主角 无人机风拳来袭 如果你觉得一台VBAT就已经够厉害了 未来AI驾驶数千架无人机组成的风拳 会让你大开眼界 美国军方正在研究 如何将AI自主无人机技术推向极限 通过低成本 分布式作战来对抗未来复杂的作战环境 无人机的发展仍在持续 VBAT只是一个起点 未来的无人作战系统将如何颠覆传统战争模式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一期节目将是重中之重 请继续关注金歌军事 它将讲解更多有关武器的战术应用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点赞 还有留言告诉我们你对无人机未来发展的看法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